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有五十余处三国历史文化遗迹 司马剑贤 三国茅庐 水焰七军 瓜骨疗毒等著名的三国故事也都传说发生在这里 事不宜迟 让我们一起进入本期节目看看今天的精彩内容吧 第一个游戏 古代签词问答 我们给出情境 你们要说出古代的签词 从谁开始 都行 我觉得要不从我们先 因为我们先打可以先 我们先 赵子龙先 对 我们先 那你们把赵子龙刚刚说拍下来吗 我们写人的人先进去了 哈哈哈哈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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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来 开始 请人解答的时候说什么 3 2 1 请叫 答对 很久不见的时候说什么 久远 错 久违 久违 错了 打 给 来 书姨 用这个打 露露 你打吧 露露 不 就要书姨打 没事 我很轻 我很轻 就没有身权来大碗鱼了 哈哈哈哈 打太轻了 啊 那我来再来一下啊 我觉得应该我们为国的人来打 哈哈哈哈 你舍得吗 舍得你谁 小强 助人健康的时候说什么 3 2 1 保重 答对 哎呀 曹操 表演才艺的时候说什么 现丑 答对 拖人办事的时候说什么 拖人办事 3 2 1 喂 拜托 长嘴 哈哈哈哈 等会人 那拖人办事应该是劳驾 有劳 有劳了 反省 有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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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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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赵紫云归还财物的时候 赵紫龙归还 sorry 归还财物的时候说什么 3 2 1 哈哈哈哈 拿来 拿来吧你 哈哈 什么呀 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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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装戏确实拍的多有用 不是 我带入了 我带入了 哎呀 您可别带入身份了 好了 哈 对方的母亲叫什么 3 2 1 令堂 答对 大乔 请人不用送 说 请人不用送刘布 答对 来啊 司马懿 自己的儿子叫什么 权子 答对 赵紫龙 对方的父亲叫什么 令尊 3 2 1 答对 对方的亲戚叫什么 令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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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阳 咱不做人事了 大手法了 对不住了 二刀 我就不应该在那个地方救你 你也被你扔到那里 哈哈哈 那个刘备别来这了啊 不用 哈哈哈 来找我司马懿 哈哈哈 对方的亲戚到底是什么 令亲 令亲 哇 令亲 确实不知道 这个确实 对确实有难度了 我是少年诸葛亮 对还在学 正在学习的时候 没事还没有开化 哈哈哈 哈哈哈 我这个这个还可以 这个有点 哈哈哈 没事 这个游戏叫三字默契游戏 这个游戏首先必须三个字 第一个人说出一个字 第二个人接他这个字 第一个人自己再说回这个字 赢了第一分 明白了明白了 说出古代的名人杨阳 三个字 司马 仪 我叫司马懿 哈哈哈哈 不是哎再来一遍 我有点懵了 来你来 司马 懿 哈哈哈哈 哎怎么绑过来了 哈哈哈 你懵了 所以你就把这个懵给了弟弟 哈哈哈 说出这位对比小桃 我闷 啥 哎呀 这这男的男的 中国的影视剧名宝哥 影视剧名三个字啊 呀你别认识快说 快说 啊 二 哈哈 一 鸡 鸣 鸡 哈哈哈哈 请说出古装剧的角色名 橙橙开始 张 哈哈好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张三 五 疯疯 全世界都会觉得是张三疯 张三五哪位啊 也哪部电视剧的主演张三五啊 哈哈哈哈哈哈 一个酒馆里有一个反派的角色叫张三五 绝对有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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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个人 哈哈哈哈 请说出 职业的名字 林剑 六九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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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三个字吗 对都是三个字 三 销 王 一二 延 一 答对 妈呀我一直以为是古代职业的名字 请说出歌曲的名字 杨迪 蓝 蓝 哈哈哈哈 蓝 蓝花草 哎呦 蓝莲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我是不是应该来个小你就可以了对小罗号上对对对对对往里往里往里来80后的来 说出三国的一个三个字的名人林剑 哎 诶 猪 蛤 蛤 蛤 嗯 这谁人家做的你问这题多艳丹呢 哈哈 在人家做着呢 哈哈哈 谁人家做的你问 换一个换一个 换一个来说出西游记的三个人的名字林剑 也好简单哦 水 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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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八戒 哈哈哈哈 说出一个歌的名字尝尝 大 老 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有没有 我们那个我是谁都到极限了大老粗 哈哈哈哈 说出一个水果的名字尝尝 火 龙 果 答对 呃 哇 答对了一次 哎 哇 好吧 哎呀不容易啊 我们都替得搞平 最后一轮了啊 现在是吴国又是最多的 吴国厉害啊 吴国 蜀国这次还不错吧 你们反正跟魏国可以争个第二 第一估计别想了 最后一轮了啊 好 说出一个歌手的名字 杨杨 罗 川 呃 军 哎 罗传军哪位 那王传军是谁 哈哈哈哈哈哈 你说话罗传是什么 肯定有一个人叫罗传 哈哈哈 吴国仍然是最后一名哈 喂 今天我们这个游戏就叫下班游戏 哈哈哈哈 每一个人有三个表演 每一个表演有十个状态 你在十个状态里挑一个状态 另外三个人猜你表演的是这十个状态里的哪个状态 太重加分 积分最高的人成功下班 杨迪先来吧 哎呦我先来 好 你首先想要告诉我们你演了什么 行 我看一下这些状态啊 杨迪只能演的这句话叫别这样 这个吧 这个 快来 这是我最努力的一局 杨迪已经选完了啊 这是我十个里面演的其中一个啊 你们看看啊 我准备好了啊 预备开始 抽出我 过年拒绝新奇的红包 对拆家的狗狗 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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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被别人告状的时候 答对 你的人 怎么了 郑erie 松 我的错事被人发现了 对 第一遍就对了 拜拜 再见 不是拜拜 该你演 该我演了 你得一分 大 打 跃 你呀 来吧 超乎乖 杨迪得知自己中彩票 不一定对啊 杨迪你挑 就是这个杨迪得知自己中彩票 第一个突然得知可以立刻下班 是第二个 杨迪成正大队啊 前面随里走路像不像 随里唱的是技工的音乐 我是破烂人是吧 你是马上要中奖嘛 所以之前很穷 来 尝尝到你了 来吧 好 那这能更明显吗 你不用动作特别这么明显 这个是 马桶里有蟑螂 加分 哎呀 十三 确定了吗 我确定了 确定好告诉我 好 十认真思考的样子 错 七错 二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错 是哪个呢 是我发现桌子上有个蚊子 哥 你打这一下是 静儿被蚊子叮了一下 挺到心的 我在这儿有个停顿啊 记住了我这儿有个停顿 看这个蚊子 宝哥 我们还要待很多天 如果有一天我看见你伸手去打蚊子 而不是去吹 我就叫你 我跟你讲蚊子有 蚊子来了 宝哥 在你胳膊上叮死的时候 是吹不掉的我跟你说 一只蚊子宝哥一下 恭喜宝哥啊 你就积一分了 杨迪到你了 你看第一道题别人肩膀上有蚊子 看到没 哈哈哈哈 都跟蚊子干上了是吧 这个太简单了 这个太简单了 随便演都行 好 七 六 羡慕别人的身高 天哪 九 仔细看我演戏啊 嗯 我演完了但是 刚没仔细看哈 一 一 拍 别人肩膀上有蚊子 又是蚊子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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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蚊子是 嗯 好不好 呃 四 确定啊 确定 八或九 会是八还是九呢 等会我能稍微改一下吗 我先不想猜一下 然后想一想 二 帮别人放松 你放松吗 刚才 好放松 九 老哥你猜完了哈 四 嗯 好 一 我过来看到蚊子以后嘛 我就把它拍拍了把它搓死 你们都没细看我的表演 哦 拿一番 我也会了 行 既然大家都这么演 可别怪我了 好 真的吗 这好难啊 哇这不都差不多吗 对啊 预备 开始 真的吗 没有了 这个就没了 你觉得我们能猜出来吗 刚刚 有啥 你最后没有合理的解释的话 你会遭殃 好的 真的吗 好 贾真姐选七 很抠的朋友说要请吃大餐 这不是这样一下吗 饿的是吧 对啊 二 节目组宣布立刻结束录制 也差不多也要弄衣服 他摘麦 三 二 脱衣服的用作有 下不了半了 哈哈哈哈 谢谢 啊啊啊啊啊 你们啥都是两分了 嗯 首先看到手机瞳孔地震 这些都 好烦 看到连续微信盘畅 这些好难演 看到长久不连续 从前发给你消息 手机死鸡了 看到朋友说 那他锁平还自己拿锁手机 半夜五点有人给你发消息 都不想演这一页哈 没事 这种才难猜呢 手机是准的 啊 哈哈 哈哈哈哈 六 装作很淡定的样子 其实我真的有关键信息 很不关键 看了看不到 凌姐你的答案是 嗯 手机电量只剩1% 我一看手机电量只剩1% 不看了 我又往前走了 你是这样的吗 我演到这的时候我才说结束 对 而且我手机没放着了 这是凌姐思想的主题 而且我手机没 他都在 出内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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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出内宝是个人吗 40%的时候就在喊了 啊 不行了 那恭喜凌姐拿一分 拜拜 那你最后那个骄傲是啥意思啊 谁我吗 哎 剩1%了 我演到这的时候 我说了一句 我说我演完了 他嘚瑟绝对我猜不中 对演完一份 然后我就觉得 看我了哈 哎呦喂 这都不算啊 现在开始了啊 前面演了 预备开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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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怎么想到有人 10 考试 考试还剩5分钟 还有最后一道题没写 哈哈哈哈 淘汰吧 淘汰吧 可是有一种逆向思维是对的 但是这种逆向思维一定要有迹可取 我是逆完了他逆着他的逆 反转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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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个什么考试 第级三轮车的 9啊 节目快录制 却发现台版失踪 5 渴了想喝水 他有个手这样 看空的杯子 5 哎 超喜 是5吧 对 啊 啊 都是5了 好 张迪观察非常仔细 我这不早上醒了吗 醒了之后渴了吗 想喝小水喝吗 就看这边杯子空了 你看这边杯子又空了 想去下去打点水喝又不爱起来又懒 来哥你再演一遍 我帮你配一遍 哎呀好贵呀 还剩最好 哎呀现在几点了 他哪考试 我知道不知道是一个什么考试 四岁元酒店四岁元 对 你听他的 这是我这辈子听到最离谱的答案 灵姐拿了第一名啊 所以我们就请灵姐先下班了 哈哈哈哈 你们三个再继续下班游戏 拜拜 加油啊 三个人是这样 我们还有一个游戏 就石头剪刀布 好啊 输了的留下印石自秀 赢了的下班 石头剪刀布 赢的人拿起锤砸输的人 如果输的人把帽子戴上了 他就免于减分 被打头到五个就输了 哦哦 我明白了 两个两个 那俩俩吧 车轮战啊 我一见五分我这一锤子下去 你脖子扛了中 然后剪刀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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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赢哦 哈哈哈 轻点脖子 哥哥头疼 嗯 吃豆剪刀布 嗯 哎呀 哈哈 对着我 哈哈哈 锤道了 锤道得一分啊 没有那么痛 你在演啥呢 碰槳 终于井碰槳 看看 有点帅 哎呀哇这滑不滑好滑 要不要不要这个垫啊 不是就跟垫没关系 我直接这个是应该 就这么放吧没事好 石头剪刀不 成功 这算我一分吗 不就你成功没有减分 石头石头剪刀不 石头剪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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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刀啊 剃眼了没 剃了 DNA要动啊 什么DNA 五副DNA 一剑五副 石头剪刀不 石头剪刀不 是 检刀不 石头剪刀不 石头剪刀不 三分 四分 石头剪刀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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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么少拿手打 刚上 淘汰 宝哥 淘汰了 吃轮蛋吧 上一季的石头剪刀布 做的那个人设全没有了 来 我把瓢 我把瓢多准备点吧 石头剪刀布 哎 拿错东西了 石头剪刀布 哎呀 哎 挺快 石头剪刀布 我带下奶头 怎么是像杵子一样杵上来的 是 宝哥 这个锤子这是用来打人 不是说 没有 我用锤打蛋 我一看 我看 没有 一抬眼睛宝哥是这么拿着的 这么好害怕 可是这么拿的 这么好的 行行行 是这么好的 我给你当匕首用的 我指定吓死我了 插得我这 石头剪刀布 不 他把锤子抢走了 给我抢锤了 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 我眼前没东西了 没有 放行 哥不会伤到你 不放行 不放行 这样都 不急发了 这样子 放心 哥不会伤这几段 来 石头剪刀布 不 打了 你打了 你希望我赢了 哥 你想拿这个砸我 来吧 鞋头剪刀布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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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 哥在这 阿康 哥在这 哥在这 你哥在这 石头剪刀布 打中 恭喜宝哥成功下班 再见 宝哥再见 我俩抢那瓢抢那 太嗨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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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那宝哥恭喜下班了 好了那再见了 宝哥再见 宝哥你可以坐这看他俩下班 好可以 对 来一个人下班 另外一个人要留呢 哥还是先走吧 行行行 少慢慢等等我还得 我还得分手 那等一下给宝哥镜头 对 来 该有状态 来 来 宝哥你笑那么猛 我们待会没那么搞笑 咋办 宝哥 这个有了 这个有了 可以了 好来 辛苦宝哥 好了那再见了 拜拜宝哥 辛苦宝哥 拜拜 拜拜 来 来 嗯 你必刺刑 我慢慢刺 来 猪头剪刀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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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 成功一分 你必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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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头剪刀布 哎哎 来两 Vou 我想起一分 哈哈哈 石头剪刀布 你要 两分 石头剪刀布 哈哈哈 石头剪刀布 不 成了三分 这么快的 谢谢 真的好烦人 五分还五分 来 没事 来 没完没了 石头剪刀布 拿错东西 又拿错东西 石头剪刀布 没有 你这可以配宝哥的笑了 宝哥 宝哥 怎么样 我就不给他 宝哥 剪进去 剪一下 宝哥 宝哥 石头剪刀布 好 四分 成了再赢一分 成了胜利 石头剪刀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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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 成功 砸了一下 恭喜成畅 下班了 拜拜 让我睡 没事 没事 来 杨迪一个人录一下春游的口号 春游家族 救我一人 我接下来给大家表演半个小时的十字秀 不要走开 半个小时 不用真的秀完吧 秀完 你秀完这个会 下一次录制带给春游家族的伙伴们 我拿回去秀 你可以 来 尝尝撤了 走 拜拜 拜拜 这一攀线 来 我们收工了 下期见 来 收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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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十一格护修图 这个灯合理吗 灯光师也走了吗 好黑 秀十字秀 这个太黑了 真的太黑了 啊 没人了 我也走了 没秀完呢 不得不 你开个灯 我们这在拍什么 烛光雨的妈妈吗 妈妈 我想对你说 花的 这个灯的心情是我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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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阳的旅程到此就要结束啦 想知道春游家族 下一站去到了哪里吗 大家记得锁定下周晚八点半 青春好要记第三季 我们会在节目中揭晓答案哦